你好 欢迎收看9月9号大花连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8号下午秀林地区大雨清洗造成铁公路中断 虽然公路8号晚间抢通 不过公路局9号还是在架派机具及卡车进行吐蚀的清雨 预计要到10号下午5点才可以抢通双向 开放夜间通行 而铁路崇德和和人间在工程人员连夜抢修之下 在9号上午6点钟提前抢通 恢复了单线双向行驶 隧道口大量落石杂落 碎石剑起大量水花 8号华连地区强降雨造成严重土石流 一度造成铁公路中断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下期 旅客忧心忡忡 不过公路段率先抢通 公务人员派出怪手 苏华公路在8号晚间7点半抢通 不过台铁铁路被土石淹没 需要更多时间 一度由旅客赶来退票 抢通的时间不一定 那所以想说那就是改南迴的车票回去 高铁对 老北上这样 不过经过连夜抢修 9号早上6点传出好消息 比预计的时间点早了两个小时 提前回复通车 因为昨天晚上有刷 刷那个 我一直在关注时间 然后它有通了 所以我就赶快订票 订完北上的比较省时间这样 大批旅客赶到订票处 9号203次普悠马列车恢复东正线单线双向运行 安全起见何人到冲德段 会以时速30公里放慢行驶 也代表中秋假期看到一线希望 电车线及电力设备测试结果良好 及时起准于启用 华东北上新自强号 只要购买当次车票 更开放战票给更多旅客搭乘 上车开放战票的部分 大概增加120个车位 大概会提升两成的酝酿 虽然缓解搭乘流量 不过中秋就在眼前 华联人除了盼如期团圆 还得看政府能不能超前部署 做好编拨加工 让回加入冷静安 见钟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